同的generation之间的这种变化大吗 比如说喜茶这样的小伙子 年轻一代20 something 他们跟之前的比如20年前 他们的这个mentality有差别大吗 我早年这是美国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这些企业家 你的上方企业家有什么共同点 第一 诚心 第二 清风 第三 务实 然后最近我又做了一遍 然后我发现第一 创新 第二 就是资源整合 就包括资金啊 包括你的合伙人 第三 速度 然后你并不过速度 诚心还在 只不过排到后面一点 务实 就是现在你用人家的钱 就不用那么务实 就是 兴奋 那我估计这个是不说了 当然都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兴奋 那你觉得中国企业家的这种 问题在哪里 他的不好的一面是什么 缺点的话 一个人群缺点不好说了 那就几个发生 第一 我们现在发现这些 80后的上榜企业家的 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最大的名校的 秦华 北大 复旦 交代 上这些学校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二个发生我 中国的女企业家很特别的 我们一直研究这个女企业家研究了从06年 当那个九龙之夜的那个张英当首富的年 她是中国而全球白手旗家的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女的80后的企业家这个比例是远远地与张英这一代的 还要去理解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有可能 现在的80后我觉得是脑子 其实比当时的创业者要大 因为你现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都多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去成功的 其实不上一天那么容易 你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脑子 就是这几个学校筛选出来 你的成功还是不成功的 然后小康社会来了 所以这些女企业家没有这个创业的动力 上可能20年前那方 这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问题 可能不是一个人物的问题 但是这个点到底在哪 可能就是到最后就一句话 我认为我一直问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偶然 还是一个必然 今年我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五年内 中国应该会有个十几个万亿计的企业家 然后如果你就把它当一个胡人说了 那就没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 基本上可能性还蛮大的 黄镇的速度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的 你想一想一个成立才五年 创造了两千亿人民币 这个速度是绝对是一个实际低 往新的财富就这一年就是涨了三四倍的 这速度就快 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 你像那个伊隆马斯克 也就是往万亿计人民币的 走 亚马逊的Jeff Bezos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五年内的 世界有可能都会有个二三十个万亿计企业家的 这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思考 你说这些人值不值得有那么多钱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当过游艺宾馆的第一个广告 他们有一次请我们留学生到他那里吃饭 然后我们可以免费吃饭 然后到最后他们就拍了很多照片一天 我应该给你找出来当时那个广告 而且用了大概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我不进去的 就是我和我的一个同学 我们俩在吃饭 给人感觉就很高大像 我大概前年还是去年回来了 然后我带我太太和孩子们到人大 但是几乎人不出来了 我特别喜欢站在我们 因为我们的那个留学生楼 当时是海淀区最高的一个楼 可以看得很远的 现在应该是这边的最矮的楼之一 但是我们就我特别喜欢站在那个楼顶 嗯 拿两个凳子上去的 跟我们同学的去聊天 会有没有在一起聊什么呢 会 talking about future 当时是那个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嗯 然后都比较有好奇的 this big country what is it doing 所以我是下午不参加课 我就下午做了一个 嗯 做了一个part time job 嗯 是做什么 宣武公园 嗯 宣武公园 做什么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办公室 这是在中国第一个PR公司的 嗯 那那个时候的公关的概念 嗯 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意思 对 基本上是那些卡拉OK里面的小姐 哈哈 做公关的那个时候的 就 没有一个公关概念 对 对 对 然后就没有收到一分钱 嗯 哈哈哈 但是比较开心 因为确实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嗯 嗯 在那时候会有感觉做一个foreigner foreign student 会有那种privilege 那种感觉强 嗯 我们感觉非常有钱的 嗯 虽然不是有钱人 但是我记得我北大的一个朋友的 他就可能一年你就这么计是块钱了 可以花了 嗯 我每一次是我亲他 于赏肉赐 公保纪定 哈哈哈 差距还是大 嗯 现在中国留学生 他们很多有钱人 立刻就买了房子去读书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是完全倒过来的 对 哈哈哈 Totally changed 你还有时间吧 走一走下面 啊好啊 这有三三步 嗯很舒服啊 现在还行 还不错了 你应该还在看你的bookstore 对啊 我在对我平时做bookstore 然后我是写writing books 对 对 你会觉得sometimes very bored 老是making list making list 嗯 from the list itself 嗯 normally is pretty exciting 嗯 原创一个list 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list要改变谁 我们要定一好 嗯 但是这种business方面的 嗯 嗯 yes sometimes it's quite boring every five years 我就有点自我 怀疑 怀疑的 要不要就管掉了 还是要不要就卖掉 还是要不要就不做了 嗯 还是基本上没五年的 嗯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 嗯 家族 家族朋友的 有一次我问过他 在我的十五九岁的时候 看我说 我 你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嗯 我说 到我这个年龄 那时他可能七十岁不到一点 嗯 你回头看你的一辈子 嗯 如果你某一年 你不做跟往年一样 你会特别的自豪 这一年 在我的老年 你会记得那个年 那年 你你回头 你就想我多做了 多讲了一天晚 whatever it is 嗯 我说 no interest 所以 我没有做到 完全到位的 But em 我们试试吧 我们试试吧 无大无壮 哪儿啊 这个 荣家的棉份产 这他们荣家的产业 这是一百年前的这个 你找到了 你厉害厉害 哈哈哈 他们其实是中国商业的 funding fathers 我靠他们做很多的演讲 嗯 我说他们是唯一一个 百年价值在中国 没有断掉了 如何做到的 如果你们懂得解释了 荣家族 你们懂得解释了 以前的中国的故事 嗯 我都不知道 嗯 非常有趣 能进去吗 能关门啊 谢谢你们 帮我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我应该来 做这个单子 你觉得最不舒服的 你的经验是什么呢 也不多 但是偶然受到威胁 怎么威胁啊 打我家里门口 敲门 啊 说我们知道你住在这儿 不要把我们老板放到家 我还是当年写上去 因为她是公开信息的 你没办法说 那老板现在还正常吗 对 对 不是因为我 对 但是我认为 我说过一件事 我说过 我认为我们 因为我们 有更多的 透明性 在市场 而且 透明性 是一个好事 的 经济化 更多的 透明性 更多的 我做这个单子的 目的有几个 一个是 我想给自己看 谁是第一 这些人的故事 载过新中国来 这是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个 印尼的 前总统 叫苏哈托 苏哈托 然后那个时候被报道了 报道了很多 他好像是 钱 成了多少个 billion 我都觉得 怎么一个国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认为 这是可以通过这种 媒体的力量 那 哇 这就是苏州河 穿苏班人士 是在中国水是money 水是财 这个水比以前轻很多了 好久没看过 02年 对 02年 你看 我记得很多 孙光兴 我记得他 当时 我去了新疆 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因为他是一个 军人出身 然后军人出来以后 因为那边 汉族比较少 但是爱吃鱼 但是 布鲁木齐里 海比较远 对 没有鱼 所以开了一个鱼餐厅 然后开了别的城市 然后后来俄罗斯 那个 那个 苏联 就是 就出问题了 91年 然后在那边就是买了一些 石油的准备 然后又完全改了 然后就变成房地产 然后就 很好玩 就suffer 他对他不断的有浪 抓的机会很快 确实厉害的不得了 你记得 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气氛是什么 对 那对钱是什么 什么态度呢 是一个 钱怎么态度的 最起码就是 没有今天这种财富透明度 比如说我 这个人我记得 徐荣茂 徐荣茂 我当时我在 上海看到有一个 广告 世贸滨江 就是在上海很有名的一个楼盘 他的广告叫 6888 8888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就说 谁能买得起这个电话号码 应该是可以上榜 所以 然后 然后我找到了 我就是 打电话过去 然后呢 打电话过去以后 发现 找不到他们这里的 但是这倒是一个福建的老板 给他们福建的总部打电话 嗯 终于发榜的前两天 就找到了他们的 他好像拍到前十名了 嗯 印象也蛮深刻的 陈尼华就女首富了 对 全球白出其他女首富 就是后来才知道的 就是很好问的 很多好玩的东西 嗯 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你当时想过中国企业家的这种 对你们的这种信任也好 或者不信任也好 最初做榜单困难 是什么 现在想起来 我是多年来 很多人就跟我讲 哎呀我们中国人不爱漏腹 嗯 好吧 我就说了好吧 那你 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这全球差不多了吧 当然我说是 那你怎么把我解决的 全球买高档汽车买的最多的是在哪 在这 全球买那个高档手表最多的是在哪 全球买最多的高档 红酒白酒在哪 都是在这 确实是有心理矛盾 我这个心理矛盾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嗯 你自己还是很自豪 嗯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是万分级的 还是百万分级的成功 嗯 确实是相当的lucky 不容易 所以这块你应该特别的自豪 确实你会到全球 我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的财富放在阳光之下 嗯 但是他他认为放在阳光之下 可以帮他放大 所以他才才愿意上市的 嗯 我今天发了榜 有一个人就说我不愿意上榜 你把名字拿掉 我说没办法 你上市公司的 谁都能估算你的股份 你的股份就 这个企业的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企业值一百块钱 你就二十二块钱 我就 你懂意思吗 就你在公开场地 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大 但是同样你要有这个阳光 嗯 你中国的环境可能更复杂一点吧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不认为 嗯 因为我自己学了历史的 这跟历史有关系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的 我在海淀那边 就是往那个游艺宾馆走路的时候 就是我跟一个同学 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然后我们看了一个高档车 我说啊你以后你应该开个 我说给他开玩笑的 我就没说什么 然后他很严肃地回头 我说不 嗯 我不会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那些车都是绿的 蓝的 白的 嗯 绿的是跟军队有关的 嗯 蓝的是跟海关有关的 白的是跟什么物工还是政策 就管了 是国家的 所以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不可能找 作为一个 有开这么一个车的 而且我本来工作都是分配出去的 嗯 所以是不可能的 对那个时候 大家不愿意谈论金钱的 包括对钱 也觉得跟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他的人生就会很固定的上班 哦 但是真的是在92年就开始了 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真的是很好玩 我听到了新疆人就跟我讲 在新疆创业着的 都跟我讲他们会坐火车 到深圳去买什么电子产品 然后把他带回那边 然后就那边就是买高价 西安的成都的 当然上海的北京都在跟我说 然后就是第一通经 就是慢慢从这里就来了 深圳就像我们中国的the west 西部一样 go rush yeah it was a go rush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ut这些故事 我觉得挺挺值得说 挺值得记录 那如果从第一份榜单到现在 这个20年 若划分这些企业家 或者说不同的阶段的话 你觉得能分成那几个阶段呢 第一批是做贸易的 第二批是做海南 第三批可能做房地产 然后第四批可能说是开始做制造业的 和出口 早年的网络 等等这方面 走到今天来 是这几个阶段 我的深刻的一种感觉是这样子的 就是 如果我们要写企业家历史 这帮企业家肯定会超过了第一批 所以罗克法的木跟卡纳基的企业家的 他们的规模其实会做到有可能还要大 因为目前还是年龄也不是特别大的 然后我另外一个深度感受的到 你现在到大学生去做去接触这些四年级啊 很多人就是有个创业梦想 嗯 然后就觉得哎 说不定我也可以成了那个下一个洗茶的年孕城 嗯 才29岁45亿的 嗯 其实我怎么说我没有把它当回去 嗯 有点奇怪的一种思路 因为我在卢斯莫长大了 然后在英国上学的 嗯 所以在英国我正式住过了也就四五年 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会英国的 嗯 虽然我当然我是英国人 嗯 我心里我认为我是英国人 我但是我 我我我我创业跟我太太 嗯 第一次认识我说我不是这种 愿意三年在这三年在这三年在这 我去哪我就愿意做剩一点 嗯 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才是二十多年跟我太太 我没想到她的耐心二十多年 因为她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嗯 谢谢 哇 正好就是要做这个 太喜欢了 Thank you I need a little bit of food 嗯 有一个有一个点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稍微长 长开的说 百富棒上的就不说其他的 就是可能这世代的十来年 十五年内的 会有个最起码一万 十万亿到十五万亿 这个财富的所有权转到 嗯 儿子女儿 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 一个点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认为她应该不应该传到第二代吗 二代值不值得继承这笔钱 不知道 其实这也像一个epic 之前creating wealth是一个epic 胡上上那个 上学了 胡上是朋友可以学很多的 看你放错了 儿子和你女儿结婚 whatever it is 会上各种的办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那个传承的事情 其实 我有一点好玩的一点事情 我太太第一年 第一天来上海的楼 我带她到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楼 所以我特别想想办法 把这栋楼买下来 嗯 因为它有历史 嗯 位置多么好啊 我知道这个楼肯定会 但是我一无所有 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的爸爸给我担保 嗯 那我能把它买出去 这笔钱是银行给的 你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的 我爸爸才给我签个名 担保 嗯 但是我没有这个办法 特朗普老实说 我是白手起家的 哪儿白手起家的 不可能 嗯 he is a 很传统的富二代 嗯 很多人就认为 我们做富豪班 我们开富豪 嗯 其实我们不怎么开 我开故事 嗯 我就开 他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嗯 为什么是他不是其他人 这是我要挖出来的 嗯 但是我们不想鼓励 富豪变得更富 嗯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鼓励 是更多人就变成写账 嗯 这个概念 事实是不一样的 嗯 那今年的榜单 应该说是比较有特色 因为疫情应该 嗯 全球的经济 就碰到了 麻烦应该说是 巨多 嗯 但是最起码 我们在榜单上 今年 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那个疫情 嗯 我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 后两个月 全球的财富 包括中国 包括所有的 都是下账的本地 第二个 两个月 基本上 V字星回复了 我们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 V字星回复了 然后第三个 两个月 基本上从六月份到今天 三个月 崛起 这个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疫情之下 应该经济做得不好 这一年是我九泉年依赖 我很难想象 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财富增长 上进来 你觉得这个财富在这么短时间里 这么大量的积累 你觉得对社会的这种冲击会是什么呢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但是我觉得绝对是我们全球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 你觉得这个决定方案在哪 好像没有什么方案吧 历史上的方案都是会发生social chaos 然后去把它们再切分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但我觉得它们会造成很多的angry 就是带来的一种过分的不公嘛 过分的不公平 不平等带来的这种 它会必然有产生的angry 但是有可能我面对没有用 因为这个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矛盾 因为你这个财富 我们英文叫a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多了一个零 就是一个游戏的 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 为了鼓励更多人 就是不看我们榜单上的数字的 我做了一个财富自由门槛 我就问了一大堆的企业家的 就是你认为多少钱是自由了 然后我有四个标准 一个是入门级的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 再好一点在国际的 那国际的我们大概算的是 五千万美金的 三亿人民币的 再多你就没有用 那这个国际表征是 你是一个全球技术的企业家 你想在马哈顿有一套房子的 包括香港有一个别墅啊 这种东西完全财富者 就三个亿 我们百富棒门槛是二十 所以远远超过了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的 我们就发现这个幸福之数 最快乐的 可能就是在三千万人民币的 这个是看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每一个都有点不一样的 但基本上你能买得其他房子的 能为你自己生活的教育医疗 能满足的 就已经了不得了 再多的话 你应该怎么用 比较好 他除非他们会要 他们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式 去distribute distribute这个财富 对 确实绝对是一个难题的 肯定会个别人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 就是万一季的企业家的 五年内的 但是可能其中会有个 两三个人 会做万一季的捐征 当然都会鼓励他们 但是大头不会 估计的不会的 你像我们今天的三千亿的企业家 有多少是做了几百亿的慈善券款 两三个三四个 就不多的吧 问题在这儿 就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要鼓励第一代企业家 从富豪变成新贵 新贵我认为是和富豪最大的区别是文化和自然 要把它变成的money 变成一个社会进步的social progress 或者是一个art literature这种转变 我也没想到我会才是二十多年 西宁华 我从来没有把中国当一个一辈子 怎么说 我当时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业务的 就是一个兴趣的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个17岁的时候 就是我的一个表格 他是刚刚读大学的 然后我说你的那个学校怎么样 他是毫无聊的 我说那你在学什么 经济学的 那你说为什么你要学这个 我也不知道 因为好像找工作比较好 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 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不找一个有用的 我就找了一个 可能兴趣可以放一辈子的 有点想弹钢琴的 还是弹音乐的那种 一辈子兴趣 我就觉得那个概念就是好 我不想就是回头说 我大学太无聊了 我当时有一些对汉字的兴趣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 所以英文的诗歌是两地 我说因为你有个 这个诗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个声音有点 但中国还有那个汉字的故事 东就是一棵树 一个太阳 类似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picture就是吸引了我 但是没有特别的 当时可能我讲的更多的是日本 学校毕业了 但是都想的更多的是日本 而不是中国的 对当时日本是一个 global economy的superstar 对 到了日本之后 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其实日本很多的 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但是我所接触的朋友们 都是学者类的 还是有一些是小企业家类的 他们对中国文化是有学的 但是对中国的 新中国的理解是零 然后我就觉得一个 一个国家这样子的 其实好像有太封闭了 好像有点机会的去 我算运气比较好 因为我是老大 在我们家 所以 而且我是一个私立学校的 所以我父母还是付了一个 私立学校的费用 但是他们就不好付得起 然后到了我妹妹两个 都没有上那个私立学校 所以我还算运气好 你觉得Eaton对你的影响很大 可能 他的一个印象就是 你什么都能做 就怕什么呢 Why not try anything 你探索吧 尝试吧 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你不能说no 差不多是这种形式 所以我当时八八九年 九零年 九零年的时候 有点怕 我记得刚下飞机的 我们都有点看外面的是怎么样的 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国家了 毕竟是一个大国 毕竟是一个文化大国的 人口大国等等 对人大对北京最出什么印象 就骑自行车 就飞天还是飞 飞哥 飞哥的那种自行车的 嗯 就就比较远 然后就是那个秋天就那个沙 然后也来了上海了 嗯 嗯 嗯 12月31号 90年 嗯 住了南京路的一个地方 嗯 嗯 这是比较 比较有天 但是整体的感觉的是这样子的 就感觉这种经济条件就是太 差距太大了 嗯 虽然我们根本不算有钱人 嗯 嗯 但是相对的时候算 一万富豪 嗯 嗯 相对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 嗯 90 90年 嗯 也还没有南京 嗯 还没有人真正去发展 可能温州有博人 嗯 浙江吧 嗯 那福建有一些人就是也愿意挣钱 但是确实很少很少的 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在做的